英国苏格兰高地铁路是一条蜿蜒 穿越苏格兰高地风景壮丽的铁路线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铁路之一 它连接了英国的主要城市格拉斯哥和斯特林 穿越湖泊山脉和历史悠久的城镇 提供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旅程 苏格兰高地铁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它最初是为了加强苏格兰高地 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而建造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条铁路逐渐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旅游线路 它展示了苏格兰高地地区的自然美景和历史遗迹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条铁路线全长约140公里 沿途经过了许多著名的景点和城镇 从格拉斯哥出发 旅程开始进入苏格兰高地的风景区 旅客将穿越宏伟的罗倩斯峡湾 欣赏湖水与群山交相辉映的美景 接下来铁路线进入了著名的斯特林地区 这里有斯特林城堡和华丽的威廉华莱士纪念碑 乘客可以下车参观这些历史古迹 了解苏格兰的历史和文化 在继续旅程之前 旅客还可以在斯特林市中心品尝当地美食和购物 这里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迷人的想象 给人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 离开斯特林铁路线进入 撂苏格兰高地的壮丽景色 途中穿越了一系列湖泊 如洛蒙德湖和阿奇尼帕尔泽湖 湖光山色与铁路线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绝美的画面 接下来铁路线进入了著名的格伦科伊区域 这里有苏格兰最壮丽的山脉景色之一 旅客可以在火车上或者在途中下车 欣赏着宏伟群山和流淌的小溪 苏格兰高地铁路的最后一站是马尔科姆站 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马尔科姆是苏格兰高地地区的活力中心 提供了徒步登山和其他户外活动的机会 乘客可以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 探索周围的自然美景 苏格兰高地铁路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他们来这里感受苏格兰高地的壮丽和历史 这条铁路线不仅提供了舒适的交通工具 还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体验 苏格兰高地铁路为游客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旅程 让他们亲身体验苏格兰高地 地区的自然美景和历史遗迹 从格拉斯哥到斯特林再到马尔科姆 这条铁路线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旅游体验 乘坐苏格兰高地铁路 你将沿途领略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 感受到苏格兰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对历史文化还是自然景观感兴趣的人 都会被这条铁路的美丽所吸引 来苏格兰乘坐苏格兰高地铁路 探索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